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来了 近一年录剧播了好多现有爱情剧 像是赵露丝偷偷藏不住 吴磊在暴雪时分 还有最近热播的成欢季等 都拥有高话题声量 不过这几部录剧统统没过7分 其实近一年精品现有爱情剧还不少呢 但大多比较冷门 最近里向的春色季情人 豆瓣就开出7.7的高分 以下近一年最高评分现有爱情录剧 特别诗 一起来看看 这些不容错过的好剧吧 今年最高评分现有爱情录剧 TOP10 刘怡童 七燕迪 她跨越山海而来 豆瓣评分7.4 她跨越山海而来 热度不高 但剧评不错 故事讲述胸无大智的少女 齐悦某天突然收到天降儿子 七硕的未来人生预警 自此被迫踏上了 废柴老妈改造计划之路 一边从内在自我升级 一边在七硕的助攻下 努力追爱高冷学生陆小 她跨越山海而来 乍看之下是一部小甜剧 但这部最动人的地方 其实在于儿子对母亲的亲情 因为从小被家暴 儿子因而穿越时空 想让自己老妈远离渣男 不少网友都觉得 剧中有排出母子情的 动人之处 能让人共鸣 不同一般的工业唐金剧 虽然一些科幻部分不能深思 也有一些剧情的bug 但整体剧本还不错 今年最高评分 向爱情录剧 Top9 张一山 关小彤 曾少年 豆瓣评分 7.6 青春情感剧 曾少年 改编自九月回的小说 这部剧 分为少年片和大学片 两部评价都挺高呢 而大学片 爱情线的比重更重 走青春疼痛文学的风格 剧里有不少多角恋 CP大乱顿 有点狗血 但剧情精彩 亲情 友情 爱情都让人有共鸣 曾少年讲述从小一起长大的 欢喜冤家 秦川和谢乔 两人是彼此最重要的朋友 各自经历过几段感情 蹉跎数年 最后才发现 原来长情的陪伴 才是最珍贵的爱情 今年最高评分 向爱情录剧 《逃跑8》 卢杨阳 陈兴海 《醉食人间烟火色》 豆瓣评分 7.6 《醉食人间烟火色》 是去年冲出高频的 小甜剧 没有流量明星 却靠着温暖剧情 被剧迷一致推荐 该剧结合了 《先婚后爱》 和《暗恋成真》等 观众爱看的梗 男女主角 没有很大的主角光环 但两人之间情感的递进 平淡浪漫的生活 都让观众很喜欢 《醉食人间烟火色》 讲述主角思青 20岁生日时 买下了景称的毕业作品 《冬至》 指引《冬至》中 父母相伴的烟火色 是他曾经 作为留守儿童时 最大的渴望 思青在大都市打拼 而景称在乡野 为那些即将消失的 传统手工艺 寻求一条 能适应这个时代的生存之路 两人截然相反 最终选择离婚 怎料30天的离婚冷静期 却又让这段婚姻 绝处逢生 今年最高评分 现有爱情录剧 Top7 李线 周宇彤 春色季情人 豆瓣评分7.7 春色季情人 是近期冲出 极高评价的现有剧 这部剧的男女主角 都是边缘人 一个是职业特殊的 遗体整容师 一个是腿有残疾的销售员 两人在一次次接触中 双向救赎 李线依然苏感强 而周宇彤演技自然 特别能让观众太入 配角也各个立体饱满 剧情自然流畅 真的值得追 春色季情人 讲述小腿残疾的装节 回向路上 偶遇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麦东 后来两人又意外重逢 两人在试探拉扯中 逐渐靠近 逐渐疗愈彼此内心的伤痛 这部剧除了甜蜜爱情之外 对于生死的描绘也相当有余韵 是会让人回味的好剧 今年最高评分 向我爱情录剧 Top6 李兰迪 01 谢谢你温暖我 豆瓣评分 7.9 谢谢你温暖我是 剑动人挑战病魔的故事 翻拍自日剧 我存在的时间 通常翻拍剧 都很容易成为地雷 没想到谢谢你温暖我 评价不错呢 01和李兰迪还蛮搭的 这一对不是那种 一眼就让人觉得 火花四溢的CP组 但随着剧情深入展开 很能让观众入戏 谢谢你温暖我 讲述林拓与安之雀一见钟情 二人携手从下崖塔走向社会 当一切看似身风顺水时 林拓被确诊为剑动症 剑动症终止了林拓 充满希望的人生 哭点滴的人看这部 要有心理准备 卫生纸应该会用掉一整包 今年最高评分 向我爱情录剧 Top5 周亦然 张淼仪 当我飞奔向你 豆瓣评分 7.9 当我飞奔向你 和偷偷藏不住一样 都改编自主义的小说 两部剧都大获成功 不过相对来说 当我飞奔向你剧评更好一点 7.9分赢过偷偷藏不住 她没有流量明星主演 却凭借高田的剧情 导演清新的审美 以及主角周亦然和张淼仪 强盗炸裂的CP火花 而火得超乎预期 当我飞奔向你 讲述苏再仔 对校草学霸张路让一见钟情 张路让因为有个天才弟弟 时常被拿来与弟弟做对比 这让他有点小自卑 害怕与人接触 然而与苏再仔相识后 苏再仔101分的偏爱 让张路让根本无法抗拒 两人眼里都只有彼此 双向奔赴 超级高田好客 近年最高评分 向我爱情录剧 Top4 蔡文静 寒冬君 装腔启示录 豆瓣评分8.1 装腔启示录 是去年冷门 但高频的都市剧 题材很新颖 从都市男女爱情 职场 生活三个层面上的 装腔话题展开 所有都市人看似光鲜 但实则都戴着假面具 这部剧就把假面具 统统撕给你看 剧情搞笑也现实 都市剧 最怕的就是剧情悬浮 但装腔启示录 还满接地气 出众不少打工人的心声 装腔启示录 讲述律师唐颖 与投行VP徐子权 在飞机上偶遇 两人看似光鲜 但同样都戴着都市假面具 装腔做事 也互相聊播 从爱美相爱 到敢爱的爱情故事 蔡文静与寒冬军 颜值高 两人都很适合都市剧 火花还蛮强到 今年最高评分 向我爱情录剧 Top3 吴磊 周宇彤 爱情而已 豆瓣评分8.2 今年吴磊推出 在暴雪时分 周宇彤有春色季情人 虽然热度表现都不错 但口碑都没有超越 去年这部爱情而已 本来大家都以为 这又是一部 讲情情爱爱的挺宠剧 却没想到剧情真是细腻 爱情线特别动人 爱情而已 女主角梁友安 是一个年过三十的总裁特助 这个年龄的女性 在职场尴尬且微妙 没勇气换工作 却不满意现在的生活 周宇彤将这份丧 演绎得很到位 而吴磊演活了 羽毛球运动员宋三川 吴磊本来就特别有少年感 这个角色被他演得朝气蓬勃 平时是个阳光小奶狗 但追爱时又成了一个real man 让好多剧迷躺平坑底 今年最高评分 像爱情录剧 套跑二 赵经脉 白雨帆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豆瓣评分8.3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和长相思一样 改编自童华的小说 原著非常受欢迎 对比小说 剧版感度蛮大的 因此让一些原著书粉很失望 认为小说内核变味了 但如果没看过小说 剧版质感其实不错 赵经脉和白雨帆 演技自然 导演审美好 画面色调舒适 又成功营造出青春感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讲述从小缺乏父母惯爱的 叛逆女生 罗琪琪 一路以来的成长点滴 她身边有一个总是像哥哥一样 关心着她的徐晓波 以及琪琪暗恋的附加子弟 张俊 几人的青春故事 今年最高评分 向我爱情录剧 Top1 刘亦菲 李线 去有风的地方 豆瓣评分 8.7 李线不止春色寄情人 去年这部去有风的地方也超好看 两部都是都市人回乡的题材 有网友笑说 李线根本开辟了现成小狼狗的戏路 专门负责引导都市精英女性 回乡择偶就业 去有风的地方 是部田园治愈剧 没有狗血撕逼 没有职场斗争 步调漫漫的 但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的故事 去有风的地方 讲书许红豆到云南大理旅游 邂逅了放弃高兴工作 回乡创业的谢之遥 结识了各种不同人们 这一支部剧 就好像跟着刘亦菲 李线一起去了一趟云南大理 剧本不悬浮 也不俗套 相当了于好看 真的是好剧 除了以上十部外 近一年冲出高热度的小剧 大部分都在六分区间 杨子和徐凯的《成欢记》6.2分 乌磊在暴雪10分 6.5分 赵露丝偷偷藏不住 和谈剑刺的《很想和香你》 落在6.7分 以爱为赢比较惨一点 仅4.3分 好了 看完以上 今年最高评分 向我爱情录剧 Top10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点评论区留言吧